大家好 快乐的一天又开始了 早上运动一下 回家来做花卷吃 这就是今天要教大家做的花卷 这个绿色的是用低瓜叶打汁 没有过滤 直接搅拌在里面做的面团 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 我们先来擦肉 上个视频我们用了六刀切肉法 这次我们用擦肉的更方便更简单 大家可以参考我3月24号的视频 那里有详细的解说 这种方法不到一分钟 擦肉就烂如泥 非常的好硬 现在来切点香葱 香葱天热了要快点吃它 它现在已经开始变瘦变小了 但是香味非常的香 所以今天只加一匙盐 加点酱油糕 加点香油 就不再加五香料之类的 因为香葱实在是太香了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肉有多烂 就是像包馄饨的肉一样 这个擦的肉特别烂 真是肉泥一样 现在我们再下来切点鸡花叶 用鸡花叶来打汁 现在是两杯的面粉 是500克 3克 3克酵母 5克糖 把菜汁加下去一共是400cc 再搅拌均匀 搅拌虫团 不要揉它 放在一边静置就好 现在再用两杯的面粉 也是500克 再次加4克酵母 6克糖 因为它的发酵比它的慢一点 水也多50cc 因为它前面要比它早5分钟 要和它同种的发酵时间 水要分次加入 搅面团是根据你当地的气温 气候与湿度 如果你看到别人的搅面团的配方 你不一定按100%的一样 这个水你一定要分次分量的加入 看见面团没有颗粒了 这就好 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揉 关于二次醒发 有的朋友不知道 二次醒发 我这边是温度比较高 我一般都没有二次醒发 我直接就开始制作重醒 你那里温度比较低 你就二次醒发一段时间 再开始制作 这块面团才放了三克酵母 现在它已经快发了 我们用力地揉它没关系 像洗衣服一样 尽量把它的气给它揉出 然后让它静止五分钟 再揉第二块面团 这块面团我是用了四克的酵母 比它多了一克 这样它会赶上它的发酵程度 也是给它用力揉一下 揉到它里面的空气都排出 这样做出来 你就不会失败 这块就不要静止 直接做就好了 看短短的五分 你看它就已经开始发了 所以温度高也有它的缺点 你做的时候要动作快 不然你二次排气很麻烦 排气不干净 做出来的馒头就会失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没有生命 你为什么到来就会 ر male就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会你转发出来问题 有双头的风筝 对 retention 对 对 我今天之所以做这样带肉的花卷 平常我是只做用葱来做花卷 是因为有的朋友说 自己实在是不会包包子 又想吃包子 我说那没关系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 用花卷式的包子 这样包子的面皮 包子的肉馅都在这里边 但是你又不用像包包子那么麻烦 每一个折都来捏 这样是不是做起来觉得更简单 更漂亮 吃起来口感都是一样的 这种花卷就是我们家乡传统的花卷 没有改良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会用两种面团 三种面团 有的时候会只用白色的面团 今天是为了多吃一点叶 所以我就加了激光叶的面团 但是激光叶没有绿汁 就比较难揉 反正你自己在家里坐着吃 就多揉一段时间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再来做这两块 这两块两种颜色一合就行了 速度快一点 温度高发得很快 用这种方法来做非常简单 如果你觉得包包子有困扰 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是吃素的 可以加菠菜啊炒蛋啊都可以 或者是里面加一点糖 这样做出来的花圆 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松软 这样卷起来两种颜色非常分明 也是非常的漂亮 现在先给它装锅 让它醒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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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